今天早上,我們去了福利商館 朋友介紹的,這裡的蛋餅跟外面完全不同 我早餐超喜歡吃蛋餅,所以就過來吃 他們的蛋餅吐司裡的餡料是沒吃過的 有魚子雞,明太子雞,花雕雞,糖醋雞 還會有一些甜點,小點 食物到了,蛋餅跟平時的樣子不同 外面是脆皮,好像煎得薄薄 裡面的花雕雞,不知道吃下去有什麼味道 吐司比我想像中明太子的感覺,沒那麼厲害 打開的時候,它只有一點醬,不太吸引 希望吃下去好吃 雞排好像沒有醃過的感覺 感覺上你也煮得了 我們吃完之後就繼續今天的行程 前面這裡就是了 很多貨,不用怕了 這個在香港買,是很貴的 我看到香港有代購,是要百多元一盒 現在這裡是240元台貨 哇,60元一盒,這樣便宜很多 哇,這位小姐 整隻手都是 你也要吃這個,買了巧克力嗎? 對,買巧克力 因為我現在這樣優惠,買了六盒 我不知道,一千多台幣 我計算是最大的,所以 就神神點了,好吧,我給錢 拜拜 今早的蛋餅不夠飽 我們中間,大家都看到我的人肉環保袋 拿了很多東西 我們回酒店放些東西之前 就打算吃附近的濟南鮮湯包 進去叫了一個鮮湯包和蜆雞湯 然後湯包很快就到了 多不多湯嗎? 都多了 頂部的皮有點凍了 我也同意,它的頂部有一點乾 它是三十多港幣,有八粒 我又覺得性價比不錯 吃下去不會失望的小龍包 但又不是一個要期望這麼高的小龍包 大概等了十五分鐘,湯都來了 裡面呢,都幾多隻 一隻鹹湯 我筆完,底部還有 然後還有雞 那些是清湯,聞起來超香 它完全不肥 湯是很清,那種老雞湯的感覺 又不是高湯那種那麼鹹 沒有那些金華火腿的東西 那個湯真的很好喝 好,它是被小龍包打碗的雞湯 雞肉很溫暖 我繼續喝湯先 拜拜 我們又來了住宅區 是啊,我們現在去找水團 不知道為什麼,去到一個到處都是住宅的地方 如果我們在這裡住,今生一定會每天都去探水團 我自己養 因為昨天那個地方,我是沒有想過有水團 但是今天這個cafe 我們是預約了,而且我很想很想看到一個叫做 因為我是很想養鴨仔 但是香港是不可以養家旗的 所以我看到這間cafe 就打算約來去看看 都幾遠的 我們在中校新鎮站那裡 乘過來是要搭成 我想半個小時都有 也有,搭了半個小時 我們昨天搭高鐵去桃園也是15分鐘 所以都幾遠的 應該走前一點,見到了 這裡,水團騎士 非常準時 價錢呢,平日就是150元一位 每次是20分鐘 超級期待會見到鴨仔 我們現在拿了一個等的牌 他說大約3點25分就到我們去一個動物互動區 套餐裡面包了是有這個水團雞蛋糕 好可愛啊 然後就是飲食 我就喝一個無糖的紅茶 不是,無冰,我不知道有沒有糖 然後你喝的是什麼 紅茶 哦,為什麼這個樣子是這樣的色 不知道 哦,他們在室外 你看看 你看看 哇,你很餓 哇,吃得很快 昨天呢,就在牧場 今天就在市區 咦,這一隻呢 它是睜大眼吃的草 昨天那些是閉上眼吃 好像很異樣啊 那邊都可以 阿神 你拋痕啊 是不是同? 我知道很喜歡拋痕 它完全是普反應的 對 還是吃都可以 好可愛啊 我也很想開這些咖啡 好可愛啊 哎呀,好可愛啊 它 它正在轉 好可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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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們來到大橋頭閘 就打算去延三觀光夜市 聽說是台北最低調 但是有很多好東西吃的地方 大家看到我們今天沒有吃過 一些飯類、麵類 就是打算留頭吃這一餐 好了,現在時間是5點3 我們打算做好一點 今天是很精彩的 因為我預約了晚上11點吃火鍋 看看有什麼東西吃 我們出發 我們在1A出口 出來之後呢 向前走 應該就是差不多會去這個鹽三夜市的了 有鹽水雞啊 我也想吃啊 我懷疑這裡是馬路的兩邊 然後那些環街雜巷呢 就是夜市 最後走完整條街 我們終於找到一個豬腳飯了 已經是超多人排隊 現在時間是5點33分 這裡叫做老牌張豬腳 前面我想有20多個人 它的菜單是有小菜 當然不能少這些豬腳 排了20分鐘 我們終於來到排隊 一直看到他們在斬豬手 然後很香 好餓啊 等了20多分鐘的豬腳 終於可以吃了 吃到一半 我才知道沒有攪拌 幸好豬腳還沒吃完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點了豬皮 這個豬皮是有點像韓國的那種 但是它不是燒 是老的 然後咬下去是很滑 很軟 完全不肥的 雖然它這些位置不是肥 但都老到超軟 你要給鏡頭看 它是超多骨膠原 你會看到譬如我這個部位 是近皮那裡 你以為很肥 但不是的 它是入口即溶那種 然後它的老汁又不會死鹹 又不會過甜 我覺得是真的欺負到好處 是吃的 它很回味 吃不值得排隊 吃啊 我也覺得是值得 我想是我人生吃過豬腳的頭三位 應該是 對 無論是泰式豬腳 韓國豬腳 香港的豬腳 我也覺得這個是贏了 豆腐又是一絕 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裡面是很多氣紅 是吸收了那些汁 但是它又不會老到 已經是爛了那一隻 你是有那些 的汁一邊噴出來 豆味又很香 很入味 我也覺得很好吃 唯獨是它的飯 我就覺得不夠粒粒分明 如果飯可以再好一點 這個餐是完美 大鳳姐超好送飯 對 這個不可以單喊豬腳 真的如果一邊吃 是有機會會覺得 漏的 所以怎樣都要喊一碗飯 一起去送 然後第二間我們來到 就是馬吉烤素臭豆腐 它這裡的餐牌 是有麻辣鴨血 椒鹽臭豆腐 麻辣臭豆腐的 衣衣超好 我們點了一份小的臭豆腐 都可以給我們在裡面吃 還有這裡是有蘋果醋可以喝的 在那裡就可以針了 它是炸到三角形五邊 都是很酥脆的那種 然後很香 那個椒鹽味 是不是很熱 我看到出煙的 現在炮透也很好吃 它是那種外脆 外酥內軟 口感很好吃 你一直吃 都是很酥脆的 它每一邊都是炸得很透 但裡面是完全不會乾 它裡面是有 因為還有汁在 可以看到 完全一滴油都沒有 這麼多邊都是炸得透 這間Google評分是4.8 是超誇張的高分 所以為什麼我這次是 上來這個夜市 就是因為這裡是很多Google 很高分的食物 我覺得這個夜市真是寶藏 來到這一間 我們就想吃滷肉飯 這裡又是超好 我們點了一碗小 都讓我們坐在這裡堂吃 裡面的滷肉已經很深色 而且都偏向肥肉比較多 雖然它是叫排骨豬腳的一間店 但它最有名是滷肉飯 這間Google的評分都有4.4 它真的挺甜 它多了一些蔥油在裡面 而且它是比較脹口的那種 你吃下去會有油亮油亮的感覺 暫時都沒有伏 我們吃了三間 三間都是好吃的 我們路過這間叫做好雞會 很多人在排隊 打算試試看 它應該是吃類似鹽水雞 但我又不肯定 我要天布拉 那個是百葉豆腐 要百葉豆腐 天布拉跟蘿蔔 謝謝 120 餐具要記得在這邊 它的味道是夠的 胡椒味也很香 而且它的東西是涼涼的 現在這個天氣吃是挺舒服的 我覺得 然後我看Google的評分 這一間是4.9 因為它是便宜 真的很便宜 我們這樣叫是120元台幣 有雞 然後有三個配菜 它再送了一些青瓜仔給我們 是超划算的 所以我覺得那個雞 有一點雪藏雞 它不是很漂亮的雞 我都絕對原諒到這個價錢 你看它吃了多少 我又要啊 好了 這裡太暗了 我們看看有沒有下一間 因為我本身想吃那個掛包 我不會讀 掛包 那個沒有開 星期三 覺得很失望 因為我朋友住在台北 他說是小一 他說得這麼厲害 我真的很想吃 不過沒辦法 好啦 我們吃完這個賢三夜市 你覺得 現在很飽了 我都很想拍那些吃飽的夜市 但是我們兩個的餵 的份量 我們做不到逐間試 是啊 但是 整體來說 我都覺得這些食物 如果你跟著一些網上 他們很受歡迎 評價很好 那些店舖 是真的 很準的 真的好吃 你的第一位是 豬腳 那個豬腳飯 真的超級好吃 而我的第一位 就是臭豆腐 它五邊酥脆 我真的覺得它做得很厲害 好啦 我們的評價就是這樣 我都覺得 如果大家是為了吃東西的話 我覺得這個夜市是非常值得來的 特別是你可能吃悶了其他 你已經知道其他夜市的味道 你想試一些新的東西 我覺得這裡是絕對不會令你失望 但是 如果你想要一些很多元化 又要一路逛街 一路又玩 又有些攤檔買一下東西 這裡就給不到你 它是純吃東西的夜市 好 那我們走了 拜拜 拜拜 本身我們在SOGO那邊走 然後突然抬頭一望 就看到有一間按摩店 我本身是想去有公眾推介 叫做北露蟲 但我看過Google很遠 然後我又在Google看這間按摩店 Google的分數是滿分的 是五分 所以我們就膽粗粗上來了 它也挺划算的 比起葡萄蟲 它是550會有35分鐘按腳 就會送了肩頸按摩 現在是晚上11點 我訂了吃火鍋 因為這一間是非常非常充滿的 因為實在太多朋友 他們吃過都說是超級推介 我唯有把它變成宵夜 它好像是沒有午餐的 我不肯定 看看它的餐牌 都是可以選擇一些湯頭 然後它不是單點 它會有一些套餐 大約價錢會由880元台幣 到4300元台幣 我懷疑不需要一人點一個 我們可能點一個套餐 然後有什麼想再吃就可以再加 超多朋友吃完之後 我懷疑不絕口 尤其是說它打完那裡 最後那個粥是精髓 所以我都很期待 這間是彭費餐 一直會有人幫忙服務 謝謝 還有這個醬是它調好的 跟其他的火鍋是不同的 你不是出去自己去夾喜歡的醬 它有一個最推薦的醬 還有應該是有一個麻醬是用來點牛肉的 剛才的職員是超級好人 我們完全選不到吃什麼甜菜 他就說不如每樣都要一點我們吃吧 剛剛好 它煎得太好了 我不知道能否焦點到 但是它是外脆外軟的一個帶子 這個很強 我覺得牛肉在香港我們打慣邊路 是不錯的質素 不是我們吃過最好的 是啊 但是是好的質素 嗯 它現在的菜是吸收了湯底的味 它保持著都是越來越鮮甜的味 我們吃了這麼多東西 但是現在我沒有任何覺得 我很飽啊 我要捱下去 而是每一樣都覺得 我吃下去都是很好吃 因為店員是超級無敵 極力推介 他說他們的麵是很有名的 所以我們最後都是妥協了要一份 其實餐是送的 我是怕我吃不完 但是一邊吃的時候 我都發現其實胃口是一直回來了 對 好厲害啊 謝謝謝謝 等一下 等一下 為什麼做了什麼 為什麼蝦是可以完整的 沒有了殼 是打直的 是啊 好誇張啊 大家可以 哇 這個是 剝蝦的最高境界 我想 它的蝦味全部都在 好瘋 它是連熟米都幫我們 全部變成粒粒 哇 好誇張啊 這個服務 我以為就是幫我拿起它 是啊 我以為它只是幫我們拿起粟米 以為是放冷 原來它是幫我們拿粟米粒啊 吃到最後店員幫我們夾 裡面剩下的東西 然後呢 就倒了一些米在爐 然後就煮足了 要煮20分鐘 我看到它旁邊已經準備了一些蛋 一些紫菜 一些配菜 還有呢 蔥呢 我是叫它另外放的 因為今生是不吃蔥的 但是我很喜歡吃 所以我就自己再放了 這個是精華中的精華 它是我們吃火鍋 用的所有東西 熬成一個粥 我覺得如果晚餐焗到 會是完美的 但是今天它吃 我也覺得是很值得的 其實我真的飽了它 但是 沒有問題 但是 食物是很好吃 你覺得不吃會更快 最後一天呢 我們就收拾行李箱 check out 今天我們會去西門走一個圈子 然後就應該沒有了 因為 看到那個行李箱也是 很空 大家平時呢 是不是真的這樣 這個是永遠都不會失敗的 山行李箱大法 就是坐在行李箱上面 然後 很努力地山 哎呀 啊 我想我在台灣 是不會買很多東西 哈哈 但是結果呢 我還是買爆了行李箱的 好了 還有 這個旅行袋 好了 我們進去台灣之旅 就這樣結束了 現在台灣機場的後機室是超級漂亮 這一間呢 是Hello Kitty Serio做主題的 它是有得玩遊戲 然後旁邊的那些場呢 全部都是Hello Kitty 然後他們那些卡通人物 我前面還經過了一間呢 是一個森林的主題 如果有小朋友過來一起登機的話呢 剛好是這個登機室會 超開心 機場裡面是有小王煮瓜的滷肉飯 這個我已經是很想吃了 但是沒有時間去吃了 也有觀眾是推介的 然後呢 之後呢 這裡的套餐 當然就貴過 外面市區都一折了 但是我覺得起碼有得吃 最後一頓 都是吃滷肉飯 還有珍珠奶茶 最後一刻才喝 終於買了一杯珍珠奶茶了 它的汁又是跟這幾天不一樣 然後那些肉是燒得很軟 它的肥肉比例 其實這個沒有之前那些那麼肥 它燒得很濃 它的味道很濃 好吃啊 最後一集真的從頭吃到尾 非常滿足地結束台灣之旅 應該最快明年都會再去一次 參加我朋友的婚禮 所以台灣我們很快會再見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台灣vlog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是誰啊 為甚麼 是誰啊 喂喂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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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